今天我煮一个肥肠来吃 这个肥肠是买回来的时候就煮过了 14块钱一斤 这一点是30多块钱 屁股这一段比较好吃 所以我选择的就是这一段 用热水开水给稍微洗一下 这个肥肠给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脏东西 这个羊纸给取掉 这么点 给它开一下 这样好洗 再洗一下 切过之后再洗一下就可以了 切成小块 炒肥肠我们配上一点的蘑菇 配一点的小米焦小米泡椒味道更好 青椒也配一点 把它切成细的 这个肥肠斜下锅把水费炒掉 现在把这个搞出来里面的水费不要 只要肥肠 加一点的油 上面的菜菜好贵油 小米椒再进去 一个大蒜 这个炒香了之后把这个肥肠下锅里炒 炒香了之后把这个肥肠下锅里炒 还准备了一点的大蒜叶到时候放到盖锅肥肠里面去 炒一会儿之后加入酱油 泡浆水倒进去 加一点盐调料 再下入这个磨叶 再切好的磨叶 切好的青辣椒 肥肥肥肠是越炒越香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盖锅肥肠 一大锅的肥肠 有想吃的吗 你要吃蔬菜 一大锅的肥肠 要吃蔬菜 来做菜 来做菜 拍视频 拍视频 来做菜 来做菜 来 我上电视台 学上看的小时 老师在给我掐东西 哈哈 老师也要自带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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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快它筷子悬 悬它就油烧一点点 那这个干净筷子 不要它只要擦的筷子 两只卫生习惯 你妈搞卫生 叠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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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拍的多视频 看 我都慢用 嗯 这个脖子烧点了 你妈妈放点 你妈放这一种 最近有一点咖喙 一直在一起 都不见得了 我真的会有 represent 你